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比有明显的下滑 甚至最后的话也是差了欧战7分 那门星新赛季的话阵容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你像他们主力球员这个本赛拜尼 包括这个霍夫曼 还有队长这个施廷德尔离开了这个球队 那从这个布拉格斯巴达也是买进了这个球员做了一个补充 之前的话两队交手门星在网级方面对阵拜人的比赛 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 这也是比较少见的 进时长比赛的话 门星面对拜人是一个六胜两负的一个战绩 那拜人也是面对到门星的主场也是没有赢过啊 进时长比赛 那在这个德甲刚回来两场比赛的话 门星是一场比赛还没有取得胜利 现在是一个一贫一负的战绩 但是门星他们这个任务就是主打拜人啊 那他们上一场是0比3在主场输给洛沃库森 然后上在第一场比赛是在客场4比4平了奥格斯堡 那拜人回来以后这两场比赛表现非常好啊 4比0赢下云达布拉莱梅在主场3比1赢下奥格斯堡 所以整体来看啊 拜人近期状态非常好 然后门星的话 各项赛事近期场表现还行 他们是一个5胜3平2负啊 拜人这边是一个7胜0平3负的一个战绩 但是输的比赛就是输超霸杯 包括这个之前输这个球会友谊啊 所以问题也不大 但是在网季方面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门星他们面对到拜人的比赛 确实有很好的一个优势啊 今天的话拜人在客场 又是给到比较深的一个数据 咱们带着这个定位啊 来看一下今天给到的数据 亚洲初期是统一给到了拜人这个1.5啊 也有给到125这个低档的 但是现在的话 统一调整的175这个中档 只有澳门一家给到1.5的这个低档 那其实咱们可以观察网季 拜人近10场表现啊 他们只在20年5月9号是在主场 赢了这个门星超过一个球以上 所以这个数据给完了之后 对于拜人目的黑来说 还是在初期支持力度比较大的啊 那上一场他们面对奥格斯堡在主场时 能给到275 那门星在客场能给到奥格斯堡 在临场的时候给到一个025 相比较之下的话 门星如果就是回到主场的话 075的情况下 那相比较之下 拜人在客场给到这个数据 也比较合理 那后期他这个从1.5升到这个175之后呢 其实对于拜人来说 不是很好啊 不是很有利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还是看好门星在主场 能够守住这个主场 好来看看第二场 第二场是纳布勒斯和拉奇奥的比赛 那纳布勒斯的话 作为联赛的一个未免冠军啊 新赛季到目前不止 也是两场比赛 这个都赢下了 现在是G6分 那拉奇奥这边的话 上个赛季是联赛亚军啊 新赛季到目前为止 两场比赛都输了 他们分别是输给了 日纳亚在主场爆冷 在客场的话 也是输给莱切 他们在这个赛季初 这两场比赛 感觉是还没有回到 这个联赛的状态 那在网季方面的话 纳布勒斯也是一个 竞技场比赛 各项赛事交手 是一个七胜零平三负的一个战绩 所以整体看起来 纳布勒斯在最近状态好 然后网季交手 也有优势的情况下 这场比赛定位 就是纳布勒斯在初期 是有比较高的一个人气的 咱们接着 拿着这个定位来看一下数据 亚洲初期的话 是给到了纳布勒斯 这个半一的一个中低档 那现在的话 除了澳门以外 其他公司都给到一球高档 澳门是给到半一的一个低档 那这样看起来 其实纳布勒斯给到的 一个一球高档的话 其实对于纳布勒斯 还是有一定阻力的 因为纳布勒斯近三场比赛 都没有赢过 拉切奥超过一球以上的 并且上一场比赛 在三月份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在主场输给了这个拉切奥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这场比赛 这个纳布勒斯在主场 给到数据还是比较硬的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也是支持一下纳布勒斯 最后的话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三场 第一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来程 结论是主胜波让胜 比分是2比1和3比1 第二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门星 结论是让胜 比分是2比1 3比2和2比2 第三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纳布勒斯 结论是主胜波让胜 比分是2比1和3比1 好 咱们今天到这啊 然后咱们是看好纳布勒斯